在击落中国侦察气球和其他高空不明物体后 美国总统拜登2月16日公开发表简短谈话 他指出 近日被美国军机击落的三个不明飞行物 没有迹象显示它们与中国有关 而是被用于商业或研究活动 拜登还透露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话 理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但不会为击落中方气球致歉 他说 这起事件凸显了美中维持外交和军事沟通管道的重要性 美中外交官将进一步接触 另一方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6日访问德国 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 有机会会晤中国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2月15日在一份报告中预测 除非国会提高31.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 否则 美国联邦政府将在今年7月至9月发生债务违约 CBO主任菲利普·斯瓦格尔指出 最终日期将取决于国税局4月收到的税收收入 CBO还修正了对未来10年联邦预算赤字规模的预测 现在预计赤字总额将达到18.8万亿美元 较去年5月估计的15.7万亿美元高出20% 这是因为国会去年通过了一系列法案产生的成本 不断上升的医疗保险 社会保障 退伍军人福利等成本 以及更高的国债利息 新的预测预计今年政府支出与税收收入之间 存在1.4万亿美元的缺口 在接下来的10年里 由于税收收入跟不上退休婴儿潮一代的社会保障 和医疗保险福利成本的上涨 赤字平均每年将达到2万亿美元 到2024年 公众持有的债务总额将等于美国经济的年总产出 到2033年将上升到经济的118% 国会的无党派预算计分员现在预测 在调整通货膨胀后 美国经济今年几乎不会增长 失业率将升至5%以上 俄亥俄州一列载运有毒化学物质的货运火车出轨 引发当地民众对环境及饮用水安全的担忧 俄亥俄州州长迪怀恩2月16日表示 列车出轨地点东巴勒斯坦镇的空气品质安全 该地区的市政用水系统没有验出污染物 俄亥俄州环保署有信心地认为 市政自来水能安全饮用 但他还是敦促民众为了谨慎起见 应该饮用瓶装水 另一方面 俄亥俄州总检察长戴夫·约斯特15日表示 其办公室正在考虑起诉列车运营商 美国诺福克南方公司 他在给此运营商的一封信中说 污染继续在东巴勒斯坦城周围地区扩散 造成滋扰 破坏自然资源 并造成环境损害 受事件影响的部分居民 受邀参加15日举行的市政厅会议 人们担心烟雾气味对水源和环境的影响 也因动物生病或死亡的消息感到担忧 被迫撤离的家庭希望获得经济帮助 也想知道列车运营商是否会对事件负责 诺福克南方公司2月14日发布公告 称将设立约100万美元的基金 用于地区家庭和企业的经济援助及整治工作等 2月16日 乔治亚州特别大陪审团调查前总统特朗普 在2020年大选后 试图推翻选举结果的相关报告部分内容被公开 公开的内容包括导言和结论 以及部分证人可能存在不实证词的部分 但目前关于潜在刑事指控的任何建议都将保密 在过去大约7个月的时间里 大陪审团成员听取了75名证人的证词 其中包括特朗普的盟友 如前纽约市长和特朗普律师朱利安尼 南卡罗莱纳州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 以及乔治亚州的部分高级官员等 特斯拉正在召回362,758辆汽车 因其全自动驾驶测试软件存在碰撞风险 根据2月16日的公告 该系统可能会让车辆在十字路口附近出现不安全行为 包括从转弯道直行通过路口 交通灯黄灯常亮时通过路口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 特斯拉预计在4月15日之间通过软件更新解决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 为了获得美国政府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补贴 特斯拉15日宣布 到2024年 其在全美的7500个充电桩将提供给所有品牌电动车主使用 感谢观看 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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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